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要感恩母爱的词辉 金融市110年母亲节表扬大会 在市府大礼堂温馨登场 市长林友昌亲自表扬 九位模范母亲 与七位自强母亲 呼吁大家要满怀感恩之心 向天下的妈妈们 来献上崇高的敬意与祝福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上班之余还会载我去上课 然后煮饭给我吃之类的 然后也是多达了蛮多份工 平常也是还蛮怪的啦 就是说在这里头也很调皮 心愿就是希望 儿子以后长大就乖乖听话 这样就是很好了 三个 还有两个在那边 希望小孩 今天长大 然后他爸爸赶快好起来 基勇市长林又昌跟夫人吴秋英 共同来参与这个温馨的活动 表扬各区以及新住民 原住民模范母亲 还有家福中心所推荐的自强母亲等等 上台赤贺并且欢喜合影 现场是贵宾云集 包括副议长林佩祥 社会处长吴挺峰 以及多位议员 社会贤达 共同来祝贺母亲节快乐 场面相当的温馨感人 我们的妈妈 林妈妈为母则强 是个妈妈超人 那在这个手册里面 都有非常动能感人的 这些伟大的司机 跟这些故事 那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榜样 那我们今天表达的大会 最主要在肯定母岸无私无我的一个奉献 更生存的一个意义 是希望能够召唤社会大众 要有感恩反腐之心 跟他们说声谢谢 跟他们说声辛苦 为了什么 为了希望把我们这个中华文化也好 主事价值也好 对于孝道的增壮 对于孝道的感恩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节日 好帮他讲出来 今天在季庸市政府举行 全市的一个自强母亲 还有模范母亲的一个表样大会 那在这边也要祝所有天下 我们全季庸市所有的母亲 祝大家都永远健康青春美丽 母亲节快乐 这个放开心里面就好了 母亲节快乐 记者黄润生采访报道 机动就业中心在市立体育馆二楼 举办2021扶摇直上扭转心机 现场真才活动 总共有44家厂商来参加 提供了上千个就业机会 希望帮助求职的民众 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机动就业中心五月七号 在市立体育馆二楼举办 2021扶摇直上扭转心机 现场真才活动 总共有40多家厂商参加 提供上千个就业机会 希望帮助求职民众 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辛苦的张罗之下 邀请了44家的机动厂商 提供1100多个职缺 那我想今天我还是要感谢 社灾的这些厂商 提供工作机会 加回我们的基隆市民 那根据我们他的分析 这一次的薪资 最高薪有达到7万块以上 那3万块以上的职缺 也占了60% 所以是一个非常高薪的职缺 现场除了有服务 食品科技交通运输 以及传统产业等 事出职缺之外 基隆就业中心也很努力 开发新的行业厂商来征裁 其中包括像是协助企业 处理解决内部各项问题 有企业医生称呼的 国际企业管理顾问公司 也特地从台北来基隆安乐区 设点加入征裁行列 那所以进来的员工 主要关键是 他要有高量的学习 然后挑战比较好的收入 然后有能力 可以帮企业解决问题 这是我们最大的期望 所以各种角色都有 另外基隆就业中心 也在现场设置三个职训区 北分属的这个创客基地 还有所谓的基隆训练场 依然训练场 来这边设两个管 一个是AI智慧 所谓的AI智慧创客馆 还有一个是生活美学执信馆 包括AI智慧创客馆 展现机器人设计和网路科技 创意开发学习等课程 基隆职业训练场展出 金属工艺体验区和职训课程 以及宜兰职业训练场的 生活美学职训课程 教导找工作的民众 学习园艺设计和布置等技能 由于近来疫情有升温的迹象 因此近来征裁活动的民众 都必须先在场外量体温 扫QR Code 踩实名之后才能进场 做到防疫和征裁求职病重 让大家安心找工作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基隆八斗子籍的渔船 渔赋888号捕蟹船 5月6号上午在大陆福建沿海 疑似发生了大火 船上两名台籍船员 及九名印尼籍渔工 紧急跳海投身 但只有九名渔工被霍轮救起 渔姓船长及弟弟仍然无踪跡 家属心急如焚 希望海巡署家派船只全力搜救 渔姓船长和弟弟两兄弟 落海失去踪跡 家属心急如焚 渔妈妈不断的念经 期盼有好消息传来 八斗子渔船 渔赋888号捕蟹船 5号出海捕鱼 但却船出 6号上午在东引东北方外海 86海里处失火 当时船上渔姓船长和弟弟 和九名印尼籍的渔工 跳海逃生 其中九名外籍船员 被两艘货轮顺利救起 而渔姓兄弟则是下落不明 今天凌晨做完口供 是说他们两兄弟是 一个有穿救生圈 一个有穿救生圈 一个大的保利楼 结果海巡的船 昨天有派五条出去了 有一条就是送 这九个印尼籍的外劳回来 渔赋888号船龄大约五年 是CT4的渔船 专门捕捞螃蟹 一个月前才花200多万元整修翻新 但现在船出渔船失火 让家属很纳闷 他算中古的啦 不过说真的 他前两个月才又翻修电线什么的 又花两三百万 才翻修过的 平常都是去哪里 到复都是在澎家里附近 两位渔姓渔工亲兄弟的家属 非常担忧两名 未被收救 未被解救的这两名渔工的安危 现在我们要呼吁政府 除了台湾的海巡队尽力来抢救之外 因为近平潭的沿岸 也能通报给所有附近海上船只 甚至通报给大陆的相关的海巡单位 能够来帮忙解救这两位台湾籍的渔工 获救的九名印尼籍船员 经过海巡队接驳 平安抵达基隆海巡队 而包括马祖海巡队及基隆海巡队 出动了一件驶艇 在出示海域持续的收救 经查该船为巴斗子籍 前天下午两点钟由附近渔港出港 船上有11名的船员 昨天下午因不明原因失火 由附近的巴拿马籍和马绍尔籍的霍伦 救起了九名的印尼籍船员 并向国收中心通报 被救起的九名船员 由本队的133艇接驳返台安置 目前现场有北基队的连江舰 本队 马祖队和淡水海巡队的 周六经过曼金路弯道疑似车速太快 再加上货柜的插销没有装好 失速撞上了护栏 整个货柜是翻落到西床 当时人行道上有两位民众差一点就被撞到了 还好两人拔腿狂奔没有受伤 货柜车来到转弯处 突然车轮离开地面 整辆车右斜 车头撞上护栏 而载运的货柜整个翻身 直接掉落在溪中 仔细看当时有两位民众吓得赶紧逃跑 货柜整个掉进河床 货品四处散落 泡在水里 应该是从我们这边的方向 要往金山的方向 从市区进来 然后应该是插撞到纽泽西户栏 然后纽泽西户栏以后 因为货柜车看起来应该是叉烧没有 周六下午三点多 一辆货柜车行经只有迈进入一处弯道 疑似车处过快 加上转弯离心力大 失控撞上路边的护栏 导致是此的货柜当场甩飞 滚落阴戈西 造成人行道护栏150公尺毁损 还险些造成两名路人受伤 因为驾驶货柜车 然后因为可能装载货柜 装载未确实固定 插销未固定 导致行经该路段使转弯处 因为有离心力倾斜 导致该货车 致撞路肩 造成护栏 大约150公尺的毁损 警方到场 疏导交通 对驾驶酒测结果 酒测只是零 但货柜没有固定好 依法得开罚 不过看水面上的货品 还有被撞上的护栏 这下子可得赔上一大笔费用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长延道有备无患 金融市政府在台船进欧场 举办明安7号的演习 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 检视教育 对于演习的成果 表示肯定 西楼屋预警发生大地震 民众受困屋顶 空中勤务总队直升机救难人员 以垂钓方式顺利将受困民众救出 紧接着电链车发生出轨意外 消防局救灾人员也动员各项机具 进入车厢抢救伤患 这是金融市政府举办的明安7号演习现场 希望借由模拟建筑物火灾及人命抢救等 16种情境状况演练 让军警消与地方政府及民间救援单位 在面对实际灾害发生时 能做出更好的应对 亲自出席视察的总统蔡英文表示 这就是演习的目的 在预防灾害发生工作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要让救灾救难的能量 不断的提升和精进 才能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能够降低伤亡和损失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 只有透过反复的演习 强化政府各单位跟民间的连结 才能加快动员救灾的速度 增加我们灾害应变的任性 担任演习指挥官的金融市长 刘昌强调 金融市政府虽然经费有限 能全力添购各项适合金融环境的救灾设备 以确实发挥作用 刚刚大家可能看到演练的过程里面 有许多的一些防救灾的器材跟器具 跟其他的县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这是我们在基隆 落实在防救灾的工作当中 我们要求一定要实用 要有用 要好用 所以因地制宜 我们佩服了许多我们所有的灾防的这些弟兄人员们 在实物救灾经验上面的一个回馈 那在我们的装备的采购上面 也进行了修正 对于逼真的演习过程 蔡英文非常肯定 更直夸金融市长牛昌送给全市小一新生防灾头套 及提高消防局救灾设备妥善率的做法值得鼓励 尤其是我们市长的用心 无论是在我们的装备 以及人员的训练 还有很贴心的 对我们的小学生所准备的裤套等等 都是可以看得出来 基隆市在我们市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所有的同仁 都能够信心的 来为我们的民众做最好的准备 在林又昌等人陪同下 蔡英文也亲自向参与演习的各单位人员表达感谢 更希望借公开演习提升民众防灾议事 有效保障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基隆有一名妈妈上网投诉女儿补习班的外籍老师 因为教学的过程让女儿受伤了 导致脊椎断裂 现在要带户去上学 主管教育处说 如果查米老师有过失严重者 可以提报解聘停止教学 一说到激动处 女童妈妈忍不住哽咽 因为事发之后宝贝女儿都是这样哭到声嘶力竭 只要一躺下颈椎就痛到无法入睡 心肉的痛怎么可能会两个月每天都这样子 而且还会头晕想吐 他本来都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 从来没有过什么 他连感冒都很伤 妈妈万万没想到 女儿送去补习班学梅雨 回来竟然困到说头好痛 以为是拉伤 隔天就诊 竟然是诊断出脊椎断裂 椎间挤压动脉 这两个月以来 我一直在跟负责人喊话说 可不可以就是跟我们沟通一下 因为小孩毕竟受伤 你们也应该要有道歉 那因为 因为他们负责人都没有出来 就是这两个月都没有出来 然后我说我要po文 他们昨天才跟我们见面 监视器拍下美语课堂上 20位小朋友一涌而上 把手臂放在女童的头上 不久女童跌倒在地 而这过程长达十多秒 却造成女童受伤 案发之后家长向警方报案 补习班第一时间也通报教育处 而这间美语补习班总共有五名外师 当时外籍老师也是合法申请任教 我们从影片来了解 应该是老师在教学过程中 要引导孩子认识身体的部位 然后所造成的突发状况 目前这个案子因为 已经进到设证去厘清整个事情的原委 所以如果后续如果整个案子违反而绍法 那教育处这边也会 启动我们的补习班 不是任人员的认定委员会 去认定要解聘或解雇 目前女童天天得带户具 双方和解谈不容 家长决定提告 补习班承诺会负起责任 最后责任归属 只能交给司法来定夺 记者黄少铭 基隆报导 哇 骑那么快 阿伯 你刚刚怎么骑这么快 我老婆要我在5月31号之前 到便利商店缴房屋税 以后不用这样赶 现在下载有缴税服务的行动支付APP 扫描九款书上的QR Code 确认缴税资料 就可以完成缴纳咯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 这么方便喔 多元管道轻松脚 智慧便利一路奔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言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此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带你来看 因为市立综合体育场 施工整修的关系 全市高中执教官有28个人 年度体能测验 特地改到七堵区的六堵地区 当地信仰中心慈凤工来举行 从革命军轮退下 成为政坛长青树的市议员张耿辉 他就以军轮学长的身份 特地到现场为大家加油打气 又是仰卧起坐 又是伏地挺身 外加3000公尺跑步 以往都是在市立综合体育场 举行体测 因为施工的关系 全市高中执教官大约28人 年度体能测验 特地异地办理 选在七堵区六堵地区 当地信仰中心的慈凤工庙亭 以及基隆河畔步道举行 受到慈凤工热情欢迎 连一只颇具灵性的猫咪 也在一旁监督教官们 做体能测验相当有趣 国军在年度都有体能的建策 然后一年一次的体能建策 包含了3000公尺 伏地停车还有仰臥起坐 那因为今年开始 基隆市的体育场在做整修 那我们也希望呢 找一个很好的风景很好 三观明媚的一个地方 能够让体能建策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场所 那也刚好 慈凤工这边也全力的支持我们 还有我们的艺座张耿辉议员 也全力支持我们在这边 做一个活动的办理 那也非常感谢他们 慈凤工非常乐意 租界场地给各个公家机关 国军弟兄 然后也欢迎各界 如果有公家机关 需要租界场地来训练的话 那慈凤工都很乐意来租界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都都来这边 来利用这个场地 来共同来发挥公益的 举办相关公益的活动 从革命军人退下来成为政坛藏青树的市议员张耿辉 更以军人学长的身份特地到现场高喊国军战立强 为学弟们加油打气 学生校外辅导会的我们的教官们 平时除了很辛苦的 不管是校外校内 都会帮我们这个学子弟 这个安全上的顾虑都会照顾得无为不至 我非常有感谢 代表民意来感谢他们 同时也祝他们今天体能测验能够圆满顺利成功 在此呼吁我们要全民国王 全民备战 备而不战 国军战力 沉着基隆河畔跑步 受策的教官们都很满意这里的环境 每个人都抱着保护学生 捍卫国家的精神 权力拼满百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位在半山腰的越美国校已经确定停招了 基隆市政府有意在这里设置社区大学 不过市议员张芳立认为 这一个地点公车到不了 不方便长者到校 对于张芳立的质疑 基隆市长林优昌表示 会再请教育处长和社区大学校长再评估 位在半山腰的越美国校已经确定停招 基隆市政府有意在这里设置实体社区大学 不过基隆市议员张芳立认为 这个地方公车到不了 并不方便长者到校 应该要再考量 所以你要在那边设立这个越美社区大学的时候 你要考量这些连长的一些学生 他们去上下课的这个交通 因为大部分那些人都不会骑摩托车 势必一定要坐公车 那公车可以上去 对于张芳立的质疑 基隆市长林优昌表示 会再请教育处和社区大学校长再审慎评估 社大的新任的蔡校长 因为日前处长也有跟我回报 有几个地方是让社大去进行评估 那最后初步的一个成果是说 他们觉得越美转型为社大 初步是符合他们的一个需求 那我也考虑到说 你提到的长者进出 还有交通的这个问题 我想这一点我们也非常重视 我会请林处长跟蔡校长这边 在更审慎更谨慎的去评估 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符合 社大作为实体社大的一个场所 这个我们会来注意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二姓高中 鼎大班参访集中有线电视 了解媒体工作者广大的内容外 学者们也有备而来 以媒体试读校园防疫 网络新闻与自媒体学习为主题 挑战录影上节目 透过参访与体验 不只增加媒体素养 也提升自我的媒体试读能力 想要在媒体界工作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又会面临什么挑战呢 二姓高中鼎大班学生 参访集中有线电视公司 从表达自我意见 口语及表情的揣摩中 实际体验 学子们有备而来 搜集媒体试读 校园防疫 网络新闻与自媒体学习等主题 揣摩节目中的主持人 与来宾的角色 所谓新媒体呢 它其实就包括了 它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什么叫范围非常广泛呢 就像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 可以看到的YouTube 或者是抖音 还有直播平台 这些呢都可以让我们 更多元的 接收到我们所需要的讯息 不止体验节目呈现出的画面 还学习幕后工作者的内容 了解节目制播 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吉隆有线电视公司 总经理林希亮 欢迎学子参访 期待传递正确的知识与能量 胜尽社会责任 透过体验 参访 让学子了解媒体制播的过程 也常中了解 新兴媒体的崛起 所引发的影响 最终拥有媒体试读的能力 提升媒体素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